在大澳住了58年 因為在大澳住很有感情 所以我覺得要關心自己的社區 我家庭主婦和大澳人 如果是的話,我又沒有卡片 所以如果印卡片也寫大澳主婦 大澳主婦,王維琪 我因為在1995年開始收集了文物 就覺得帶我去有千奇歷史 我覺得透過文物可以讓人認識多一點 所以在2001年創辦了這間大文化博物室 主要是收集了大居民日常用品 譬如漁民的婦女結婚時 有一個叫麻嵐的嫁妝 其實我工作室結束當然很可惜 尤其是這間這麼地標式的建築物 這個永安街54號是全大屋 在永安街最古老的建築物 她的集體回憶,她曾經發生的故事豐富得不得了 好,麻煩你,好,拜拜 希望你喜歡一個愛的愛的愛的愛 但我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山面橫山,山外有山 我從小到大,無論是春夏秋冬也好 或者是好天下雨,甚麼都好 我都覺得大澳很漂亮 大澳因為很有古漁村的風情 你想想來大澳,你的腳步可以放慢一點 香港人需要休息和休息 那種旅程是生活的 一種旅程是在大澳 即是你會看到那個感覺是非常生活的 長條的空間,大澳是在海外的 海外的海外,海外的海外 你會看到海外的海外是在海外的海外 海外的海外,海外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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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